我是万万没想到,豆角和面条搭配在一起,做出来的河南蒸卤面竟然这么好吃,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。 今天我就把从30年老厨师那里学来的方法和技巧分享给大家,学会可以出去摆摊了。 首先把买回来的面条直接放入蒸锅中。 很多人做这一步的时候都是往里面加点油拌匀再蒸,其实没必要,不用拌油,也可以蒸出非常松散的面条。 水开计时,大火蒸15分钟即可。 接着把四季豆处理一下,用手掰掉两头,撕掉两边的老精,这样吃起来不塞牙。 再掰成5米左右的小段,放入清水中。 把豆角清洗两遍,然后控干水分装入盘中备用。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,先切成厚片,再切成条。 切完装入盘中备用。 一把小葱切成葱花。 一小块生姜切成细丝,切完装入小碗中备用。 再准备两块钱的五花肉切成薄片,做蒸卤面,五花肉可以多切一点,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 切完以后,装入盘中备用。 锅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加入18粒花椒,两片香叶给它炒香。 然后捞出来丢掉不要。 放入切好的五花肉,煸炒出五花肉里面多余的油脂。 再加入葱姜蒜。 喜欢吃辣的,可以再放点干辣椒。 炒出食材的香味。 加半勺老抽给五花肉上一下颜色,这样看起来更加的有食欲。 放入四季豆和胡萝卜。 大火煸炒一分钟,炒出食材的香味。 调味加生抽,盐,鸡精,五香粉。 有条件的话,再来点蚝油。 继续翻炒一分钟。 然后加入一碗清水,盖上盖子开大火把汤汁煮开。 煮开以后,把锅里面的青菜捞出来装入盘中。 提前把青菜捞出来不易变色。 颜色翠绿,看起来更加的有食欲。 这时候面条也煮好了。 用筷子很轻松的就可以抖散。 一点都不粘,也不妥,根根分明。 然后将它取出来,直接放在汤汁里。 用黑色的筷子充分地将面条翻拌均匀,让它喝饱汤汁。 拌匀之后,盖上盖子不要开火。 焖五分钟。 这样焖出来的面条柔软不发硬,吃起来的口感鲜香浸到还入味。 然后翻拌均匀,将它倒入蒸锅中。 用筷子铺均匀。 把刚才的配菜也倒进来,扣盖大火,继续蒸八分钟。 这样非常好吃的蒸卤面就制作完成了。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。 用筷子给它翻拌均匀。 我家三个女儿隔三差五点名要吃这个蒸卤面。 每次做一人都能吃三大碗。 面条软香劲道。 配菜鲜香入味,非常的好吃。 学会真的可以摆摊了。 没有吃过的姐妹们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,转发收藏留言哦。 可以让更多的人学会。 感谢你的观看,下期再见。